这是昨天摘的丝瓜 今天又有能摘的了 丝瓜只要开始长了 每天都可以摘 妈 你今晚给它剁把酸了 西红柿也有能吃的了 摘了做个下饭菜 大家有没有吃过青柿子炒辣椒 把大的摘了小的留下 小柿子也有红了的 都摘了 大大小小摘了一盆 大刀 还会不合点 会火 挤一串丝瓜 羊怀蜜 上锅儿蒸 蒸10分钟 小米辣放蒜蓉里 盐 味精 鸡精 生抽 蚝油 醋 给新看视频的朋友推荐一下 咱家的枣花蜜还有羊怀蜜 都是做到完全风盖成熟的 玻米度在43以上 而且咱们的蜂蜜获得了第二届 中国本性放心蜜的特等奖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 放心大胆的去尝试 如果没有你在其他地方买的蜂蜜好 那就直接退回来 还算我们的 咱们的视频活动还在继续 118发3斤 两种蜂蜜可以混搭 喜欢吃蜂蜜的朋友 抓紧了 把调好的汁浇上 葱花 辣椒 青柿子 棉 十三香 生抽 蚝油 大家吃个炒精柿子吗 特别下饭 炒到这种汤汁浓稠就好了 先拌一下 先尝尝一口 非常不错 我不吃蒜 但是这里边有蒜 吃起来特别香 嗯 香香香 这上面拿着感人没得了 嗯 来口丝瓜 整大爷朋友推荐的 这好吃 嗯 这个菜就是要拌米饭吃才香 我已经把这辣着辣了 辣的不行 来一个蜂蜜拌柿子 嗯 一哈就得辣接了 丝瓜这道菜强烈推荐大家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个视频见